有一個小男孩整趟都在哭 然後有其他的乘客抱怨 然後那個爸爸還回說 有點口德吧 這兒子沒屁耶 有一些父母是覺得 全世界都要包容他 包容是善意 但不是義務耶 我昨天從上海回來 飛機的路上有一個小男孩整趟都在哭 然後有其他的乘客抱怨 然後那個爸爸還回說 有點口德吧 你是不是沒屁耶 有一些父母是覺得 全世界都要包容他 很多人其實一直聽到那種哭聲 也會覺得很燥 很多人不能接奏 我是不能接奏 然後我又不能離開那個空間 因為是在飛機上 我不能下車 你至少要讓我知道 你有盡力在哄嘛 不是跟人家說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你的那個態度要出來嘛 包容是善意 但不是義務耶 你的小孩沒交好是要罵父母 為什麼沒有交好 不是要罵小孩 小孩是不能控制我 當然知道 罵你這些父母 你就好被罵的風險 你就要承擔 因為你 確實影響到別人 像你知道你的小孩沒有辦法控制呢 你就不要把你的小孩 處於那麼不舒服的環境 不要讓他不舒服 小孩就不應該帶出來 除非他很穩定 家長一貫的手法就是 啊可是小孩你幹嘛跟他記 他還說為什麼要讓老人一樣 人家說你以後也會變老 而小孩子為什麼要哭 你以後小孩也會哭 想你以前是這樣的 不對 我的中心思想是 我以後老了 我不會逼年輕人讓過給我 我以後有小孩了 我不會讓我的小孩吵鬧 你想到養不教父之過 你會生不會養 那就是你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會一直說 我們要有同理心 我們要就是離讓 離讓不是一個美德 我們應該要說 不影響他人才是一個美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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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